政府今天第一次向国会提成国防白皮书 涵盖2021年至2030年我国的国防策略 通过海事、空中陆地和网络的执法 全力捍卫国家的利益和主权 不过国防部前部长南都斯里西山穆丁 批评这份白皮书内容 新平庄旧旧令人大失所望 韩żeli、晴了、进入和短補 接着能整理性与参加职账 通过海事、空中陆地和独立的执法 或是VIL 决定,由其他人在彦到家里面领和老师 丰致的国家以本身形容 如果我们看账市,根据uss账 国防部长 Mohamor Shabu 提成我国史上第一份国防摆皮书 主题为一个安全主权和繁荣的 马来西亚 强调全民防卫的概念 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保护国土 相较之前 属于官方机密文件的国防政策 这次的国防摆皮书是一份公开文件 作为我国未来十年的国防策略 我国武装部队未来着重于提升部队的配备 培训更多专业知识水平的军人